好,同学们,下面呢,我们就正式开始学习打板 基本原则上,我们是左手打小板,右手打大板 那么首先,我们先说左手小板的基本打法 请大家务必按照我的要求来做,不要加任何的想象力 左手打小板,首先注意 五指分开,手心冲下,食指上挑 这是一个基本动作 五指分开,手心冲下,食指上挑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一个原则 手指,手掌手背,手腕小臂是基本平行 不要这样子,也不要这样子 基本平行 再重复一遍 五指分开,手心冲下,食指上挑 手的基本高度在我们肚脐也稍微上边一点 这是练习打板的时候的基本站姿 我们看一下 然后开始拿板 那么刚才说了 五指分开,手心冲下,食指上挑 那我们这个小板 有四块板,是一个抱着一个 有一块板,是面对这四块板 那么单独这一块,小板 面对这四块小板,就把单独这一块放在食指和中指之间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依然保持 五指分开,手心冲下,食指上挑 我们看一下基本动作 那么拿好之后 拇指在小板前面 旁的这个中国节,就打在这个扣的位置上 右手,中指,无名指,小拇指 自然贴合在这单独一块板上 那么我们简单称为叫底板 就最底下这个,抓在手里边 拇指,食指,中指 注意一个原则 尽量保持,拇指,食指和中指 之间这两个位置基本差不多 尤其注意,食指这个到中指的空间不能够太近 很多时候一开始我们会打成这样子 食指和中指重叠 或者说中指贴着食指,这都不对 一定让中指下来 在底板基本上接近 一 二 三 四 在最下面我们平均分四分 在最下面一个位置上 最下面 那么这时候还基本上保持刚才这个 五指分开 手心冲下 食指商挑 拇指 拇指 中指 食指 这三个指头之间的距离千万要注意 基本的 站姿 好,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先保持基本的 这个站姿是对的 就像我们练武术一样 有一个启示的动作,基本得是对的 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先不要着急打 我们先以这个姿势保持好 脚底下 钉子布 目视前方 手掌 手腕 小臂 基本在一条水平线上 整个小臂 手腕 手掌 手指的基本高度 跟肚脐稍微高一点 你这个姿势站好 我们先站好 再说后面怎么打 好,下面呢 我们说小板的基本打法 小板的基本打法有四种 第一种 基本点 第二种 单点 第三种 双点 第四种 我们叫做火车点 这样说呢 好叫 也有叫混合点 这些说法都没问题 基本的四种打法 首先说第一种 五指分开 手指冲下 十指上调 这个已经强调好几遍了 非常非常之重要 首先看 基本的 站姿 手掌 手腕 小臂 在一条水平线上 肚脐稍微高一点 拿好 大拇指 在四块板 一二三四脑袋上摁着 由于我们 手身冲下 五指分开 十指上调 前四块 跟后一块 自然分开 有距离 那么这个距离 留给我们的 就是击打的空间 初学者 不建议 晃动手腕 因为控制不好力度 控制不好节奏 初学者 我建议 用大拇指发力 推动前四块 撞击后一块 简单来说 大拇指发力 四打一 出现这样一个节奏 注意听 这个时候注意 食指的指尖 指度 有一个往上挑的力度 中指 无名指 小拇指 有一个往下扶的力度 扶就不使劲 挡着就行了 挑 是要有一个力度的 往上挑着 大拇指 往下按 按动 四打一 初学者 按动 四打一 听这个节奏 大家注意看 我在打的时候 手掌 手腕 小臂 大臂 肩膀 都没有动 打快板 千万记住 不要上下忽善胳膊 就像小鸟要飞一样 小鸟飞 忽善忽善能起来 咱们忽善忽善 也起不来 所以一定要记住 从手掌 到手腕 到小臂 到胳膊肘 到大臂 到肩膀 到脑袋 到腰 到身子 到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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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允许快 虽然我们快板艺术 这个艺术的形式 第一个字是快 但是它绝对不是上来就打得快 文文当当打 才能打出美感 这一点非常非常之重要 再听一下 再记一下 跟着我一起练 快板书 数来宝快板 小板的基本打法 四种的第一种 叫基本点 大拇指推动四打一 大大大大 倒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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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完基本点 下面我们开始练单点 单点的发力 大拇指就有变化了 同时手腕 有一个迎合 和送的这样一种力度 这个力只能在我们 在基本点打得非常熟练的基础上 才能够找到 这个力不好分解 但一定是在练的过程中 自己去找 怎么迎合 怎么送 怎么发力 那么但是呢 还得讲 初学者怎么练 初学者 注意看 大拇指上下运动 发出 单点的声音和节奏 怎么运动 先扶着 一二三四 四块板 头两块板的脑袋 第一个发力点 第二个发力点 在这个小本的腰这个位置上 这有个发力点 就是上面一个 下面一个 节奏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听 那么大家看这个时候打的时候 我的中指 无名指 小拇指 有一个很自然的这种 揉的劲 揉面 那个揉的劲 但就是这个劲 过去就回来 过去就回来 我们再看一下 那么有一个问题 初学者一开始打不出三个声音 不着急 如果打不出三个声音 我教大家一个好的办法 先打准两个声音 哪两个 从头到腰 这两个声音 我们找大拇指 打快板 小本主要的技巧 都在大拇指的力度控制之上 所以大拇指灵活了 打小本 所有的花本 所有的快板 这个轻重高低 都好控制 那么怎么调整 注意好 大拇指上下 上下 就会打出三个声音 我们看 好 这是我会打 那么说我不会打 一开始练 我们只要找好大拇指上下运动就行 注意听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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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大拇指灵活之后 我们的生理反应 中指 无命的小拇指 自然会迎合它 整个手部的生理结构 会变得很自然 很从容 很随意 这个就出来了 所以说 先保证打出单点的两个声音 就是上下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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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熟了 连贯了 有惯性之后 连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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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倒乱上下上下上下 拇指上下拇指上下拇指上下 好 下面呢我们开始学习双点 只要前面基本点和单点会了以后 双点就已经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双点是一个单点加一个基本点 那我们的基本点的节奏是 大大大大 单点是 那么双点呢 单点基本点 腦子里先把这个节奏记好 脑子里知道这个节奏 才能控制我们的手打出这个节奏 我们再重复一遍 单点 滴滴大 滴滴大 对吧 好 下面是基本点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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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双点 一个单点加一个基本点 注意听 滴滴大大大 滴滴大大大 单点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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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大大大 滴滴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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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好,前面的基本点,单点,双点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表演说来把快表快表输了 那么最好能把后面这个火车点,就这个混合点学会 不会,不影响表演,会一定是锦上添花给我们表演加分的 所以说呢,还是要会的 那么简单说一下,火车点,拇指和无名指,框一个固定的空间 让这四块板在这个空间之中来回挂的 来回挂,打出一个火车点 就这样一个节奏,我们看一下 其实在我们前面解决了基本点,单点,双点之后,我们手部的活动能力 控制能力就已经非常棒了 那么打这个火车点,也没有什么难度 所以说呢,一定要前边这个基础的先解决了 才会实现后边这些技巧性的东西 下面呢,我们来讲一讲大板怎么打 那么前面说过,大板呢,打眼儿,穿线 一事儿呢,有中国节盘的这个扣,一事儿呢,没有,没有扣 但是呢,这两个眼儿,注意 我们在打的时候,为了保证它的声音有共鸣 所以说,拿的位置一定要对 高一点也不行,低一点也不行 那怎么拿呢,怎么控制呢 注意,右手,大拇指第一关节 食指第二关节 大拇指第一关节,食指第二关节 在没有中国节,没有盘扣的这事儿板之上 这两个眼儿的左右两侧,看好 大拇指第一关节,这个位置 食指第二关节,这个位置 中指,无名指,小拇指自然握住这事儿快板 拿好之后,注意看 我们的手心和这个竹子的弧度 正好形成一个共鸣枪 那么我们手上,最软和的这块肉 贴在这个板上,把后面封住 不一定完全要封死,不要使劲拿它 我们的手的生理结构 跟这个板是正好贴合的 拇指第一关节,食指第二关节 在这个两个眼儿的左右两侧,拿好 拇指可以握紧了一点 食指,最好是打开,不要握紧 握紧,最后我们要转的时候 要变换技巧的时候 它会影响,会绊着这根绳子 所以说呢,食指是打开的 再说一遍啊 拇指第一关节,食指第二关节 在没有中国节盘扣的这事儿快板的左右两侧 这两个眼儿的位置之上,拿好 中指,无名指,小拇指自然握住快板 手心和快板的自然弧度形成一个共鸣枪 那么现在我们看,无论是从正面 侧面 我再把板竖起来 正面 背面 前面 那么这么怎么打 首先我们先发出一个声音 我们做一个比较啊 这么打 是一种声音 好听不好听 我们来比较 好,我们下面呢 让手呢 拿的低一点 我们注意听 好,这是低的 然后呢 我们再高过这两个眼儿 拿的高一点 上来 再注意听 那我们注意听 我现在拿在整好这个位置上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位置的共鸣是最好的 一定记住 右手拇指第一关节 食指第二关节 在这一块板的左右两侧 这两个眼儿的位置之上 这是最佳位置 这是大板的基本拿法 下面呢 讲一下大板有几种打法 原则上 本人 只说有四种 首先说 我们大板从上往下 上面一块 下面一块 从上往下打 我们可以理解为 砸 砸下来了 那么在打的过程中 它不能光下来不上去啊 下来之后 还要上去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叫做羊 砸 羊 砸下来 羊上去 砸下来 羊上去 一个砸 一个羊 还有一个呢 我们中间有一个点 叫小螺点 这个呢 用大拇指 一个指头 挑着 我们就叫它为挑 用后面这一块 弹 前面那一块 这个叫弹 还有我们打的过程中 有一个叫 马蹄点 这个马蹄点呢 我们称之为 扣 或者叫磕 那么刚才说过 拿板的方法 我们稍微变化一下 拇指竖在这块板之上 手心 形成一个共鸣腔 那么这个呢 叫磕 或者叫扣 那么再说一遍啊 四种打法 砸 羊 挑 磕 这是大板的四种打法 好 好 同学们 快板的基本打法 小板 大板 加起来总共八种打法 小板的 基本点 单点 双点 火车点 也就混合点 大板呢 砸 羊 挑 磕 就这八种打法 是我们必须要会的 这八种的基本打法 只要大家掌握 后续全套的开场板 包括一些技巧性 这个难度比较高的 都没问题 所以说 先解决前面的基础问题 前面路过的 这四种打法 大板小板 各四种打法 包括 它的基本正确的拿法 大家只要掌握了 后面 我们再录一次视频 专门教 这个快板书 全套的 开场板的打法 希望同学们 先把前面的 基础问题 解决了 我们第二次录视频 就开始学 上一次在学校里 互动的时候 那一套上下翻飞 铿锵有力 节奏鲜明的 快板书的 开场版 希望大家 学习愉快 谢谢 给你 别玩了 我们下次见 过来